随着新动员汽车的普及 考虑购买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有些消费者对于纯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有焦虑 那么插混车型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随着需求的增加 星途汽车带来了追风ETI 目前已经开启预售 共推出两款车型 预售价格为15到16万元 本期的合看新车 就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这套全新的动力系统有什么亮点 外观上跟燃油版车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还是延续了星途的家族化设计 尾部方面依旧采用贯穿式尾灯设计 并且增加了插电式混动车型 专属的标识提升辨识度 充电接口则被设计在了左侧的轮违处 也是为数不多的与燃油版车型不同的地方 内饰方面 新车同样延续了燃油版车型的设计布局 配备了全液晶预标盘 加中控液晶屏的双12.3英寸联屏设计 同时内置了熊师智云4.0系统 支持FOTA远程升级 高配车型还提供AR时针导航 人脸识别的功能 能够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 动力系统由于台1.5升无人增压放动机 集成于变速箱内的双驱动电机 以及DHT变速箱和电池组 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组成 综合最大功率达到240千瓦 最大扭矩为510牛米 搭载国轩高科的19.27千瓦时 三元的电池组 NEDC纯电续航里程为105公里 官方数据显示 在亏电状态下 NEDC供况油耗为4.8升每百公里 新车最大的亮点就是 星河动力ETI全行超货这套动力系统 可以实现9种工作模式 包括单电机纯电动 双电机纯电动 发动机直驱 并连驱动等9种驱动模式 可以依据不同的行驶场景进行自由切换 以最适合最具效率的模式去匹配不同的路况 实际驾驶中 星踩踏板可实现纯电形式 而当需要加速时 稍微控制下油门踏板的力度 就可以进入发动机与电机的混动状态 随之而来的就是源源不断的动力释放 整个加速过程十分的线性 发动机进入瞬间也并没有明显的抖动 并且变速箱可以很好的识别出驾驶者的意图 并不会让你感受到换挡间隙的顿挫感 动能回收系统也可以控制得非常理智 即便是开启强动能回收模式 也不会有不适的拖拽感 对于这样的行驶表现 确实有助于提升行驶的舒适性 星图追风ETI 是星河动力ETI全情超过加构下的筹缓车型 这也代表着星图品牌正式进入全面混动时代 由于本次施压的是试装车 官方表示最终的量产车型还会增加一些配置 新车上市之后 我们俄看新车也会给大家带来更为详细的报道